另一方面对于监察院长王建轩重话批评监察院功能不张 还说如果不能改革不如关门比较好 这段话引起了监委的强烈反弹 昨天有19人联合发表声明 谴责王建轩羞辱监察院 今年部分监委也出面开记者会说明 他们坦诚跟院长之间的确是相互不信任 监委一次排开针对监察院长王建轩 因为基隆续长张通融涉酒驾关收案两度弹劾没过关 将炮口对内不只指称有些监委是仇庸 还说监察院如果不能改革关了比较好 许久为监委联合发表声明 言辞谴责王建轩羞辱监察院 也坦诚监委和院长之间的确有些互相不信任 我们委员跟院长之间是相互有一些不信任 这个王院长说什么很多都是仇庸的 这个应该严重了 那么我们说你这个是信口齿房 那当然也是一种反驳 那这个一方这样讲一方这样反驳 但是因为不信任的结果 王院长的事情我不便发表意见 为什么 他说的都对可以吗 监委强调十九位共同联合发表宣明的监委 也有很多是在张通融台合案上投下赞成票的 不理解王建轩为何要凸显这个问题 而针对王建轩批评 张通融一审被判一年八个月有期徒刑 没被弹劾 为何前台东县长邝立真涉及假出国真报销 检方不起诉处分却遭弹劾 负责查案的监委蚂蚁公表示 两岸完全不同 对于外界质疑监察院因为张通融案引爆监委和院长内斗浮上台面 监委强调只是针对王建轩情绪性的发言提出说明 希望能匡正社会视听 记者离析朋友组台北报导